我们已经实现了编辑的功能 然后呢我们把数据已经提交到了数据库里 这节课呢我们处理一下剩余的问题 就是在我们去加载标签的时候 去给它加一个loading 等待的一个提示 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这里没有数据的时候 这里应该显示当前没有数据 把这些问题我们去给它处理一下 那么我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还是使用uni-loading mode的一个组件 我们直接在这里写就可以 uni-loading mode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loading的样式 同时呢我们给它一个arching type 指定一个图片样式 我们选择snow 给它一个雪花的样式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就已经显示正在加载中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变量去判断 当前要不要去显示 我们就叫一个loading 然后去dat里面声明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false 给它一个true 然后我们看一下 当这里loading是true的话 我们会显示当前的一个 uni-loading mode的一个组件 那么我们的内容呢 其实在loading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让它去显示 那么我们这里就v-if 我们给它一个探号loading 给它取个法 我们保存 然后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呢 现在正在加载中 同样的标签推荐 我们用同样的操作 我们来处理一下 在什么位置呢 在这里我们直接把组件复制下来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下面的标签一个v-if 我们写一个探号loading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页面 看一下这里呢 都在加载 那么我们要去处理这个情况 我们的loading是在什么位置呢 就是在我们获取数据的时候 get label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它获取数据之前呢 我们给它一个true 等我们的数据拿到之后 让我们给它写一个false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然后刷新一下 开始呢loading 数据加载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正常显示 那么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标签 给它删掉 我们去完成 可以看到呢 这里是没有任何内容显示的 那么我们要给它加个文字 我们在哪里写呢 我们先把上面的写好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no data 没有数据 当前没有数据 这样的话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样式 我们来到最下面 我们直接给它最外面写一个就行 我们不用写到里面 我们首先让我们的文字先去中 对不对 我们也给它一个center 然后呢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padding padding上下 我们给它一个50 px 左右呢 我们是0就行 然后color 我们来一个99 我们给它一个灰点的颜色 fontsize 我们14px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数据是没有集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的这个标签呢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宽度 我们看一下 给它一个宽度 会不会把它撑开呢 给它一个宽度之后 就会把我们的数据撑开 所以这里我们要写一个os 给它一个100% 那么现在既然有没有数据了 我们通过什么条件去判断呢 应该是通过我们的label list 就是我们的数组的长度 我们可以去判断当前去不去显示没有数据 那么我们这里直接写杯杠if label list 是不是大于0 它如果是等于0的话 我们就去显示这句话 那么上面我们需不需要去写判断呢 其实我们不用写的 因为如果它是0的话 上面就不会去渲染 只有0的话 才会去渲染当前没有数据 同样的把它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放到下面这里 这里就不是label list了 它就是一个list 保存我们格式化一下代码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数据 那么我们点击编辑 这里我们去插入一个 我们再点击 然后我们全给它点上来 可以看到下面是没有数据的 我们点击完成 更新成功 然后刷新下阴面 但是看到问题没有 如果我们去刷新的话 这里是还有当前没有数据 还在这里显示的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alive的条件 那么alive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给它加一个loading 如果它是等等于0 并且我们loading是false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去给它显示 那么把它我们也去复制到上面 给它加一个条件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区分 它是在loading中 还是在已经数据渲染完成了 我们要去显示这句话 回到页面里 我们刷新 那我们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上面的我们看一下 我们都给它点下来 我们点击完成 然后刷新阴面 可以看到呢 就已经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了 没有数据的情况 我们就是这样去处理的 现在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回到首页 等我们加载一下数据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标签 只有一个全部 全部是我们后来手动去加上去的 进来之后 我们点击编辑 我们点两个进来 然后点完成 我们这里去保存了我们的标签 如果我们去返回的话 你会发现这里是没有变化的 它并没有去通知我们的首页 我状态已经改变了 你去帮我更新一下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点击完成的时候 我们保存了我们的内容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要手动的去通知我们的首页 我发生状态变化了 你去帮我更新一下 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那我们怎么做呢 这里呢 我们用到一个自定义事件 那么什么是自定义事件呢 我们这里写一下 自定 自定义事件 其实有点类似于 我们在组件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Z4.$Imit 我们可以使用它呢 去通知我们的副组件 我组件内去发生了变化 同样呢 我们全局可以使用什么事件呢 我们只需要把Z4换成Under $Imit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全局的去发送一些事件 首先我们要去触发事件 那么触发我们怎么触发呢 我们在Home Label里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按钮 我们这里去写一个测试用的按钮 发送事件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把定一个事件 我们叫 Imit 然后回到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去给它注册一下 那么如果我们去使用Under.$Imit 然后只需要我们去给它一个事件名 事件名呢 叫Label Change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决定是不是需要去给它传个参数 我们这里传一个Under.App 这样的话 我们事件就已经能够去触发了 触发之后我们要去接收事件嘛 接收怎么接收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Index里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监听事件 使用Under.$Imit 可以看到我们的提示里呢 监听自定义事件 事件可以由Under.$Imit出发 回调函数呢 会接收传递过来的参数 那么我们就写一下 我去接收的自定义事件叫什么呢 叫LabelChange 对吧 然后这里呢 会接收到一个回调 回调里面就是给我们返回的参数 我们来打印一下 RES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我们触发是在哪里触发呢 我们是在Home Label 我们是在这个页面 我们去点击按钮的话 我们会去触发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在哪里去监听的呢 我们是在首页去监听的 那么就是说我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我的标签管理页面 我去发送了一个事件 那么我在首页呢 我就可以监听到你的事件了 我们来试一下 当我们去点击发送事件 可以看到呢 这里去给我们返回了一个UniApp 是在哪里呢 index.w 那这样可能不大明显 我们去给它加一些文字 index 首页 接收到了标签页的数据 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 我们不要它了 我们就写这一句话就行 回到Chrome里面 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现在我们再去点发送事件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也刷新了一下页面 对吧 刷新页面之后 在H5里面 只要刷新页面 我们的页面站就会发生变化 它已经没有首页了 当时我们去做返回电头的时候 也已经提过 如果你去在当前页面去刷新的话 那么我是不能去返回到上一个页面的 我不知道上一个页面是啥 所以说我们需要先把我们首页打开 我们才会去触发我们的事件 你现在打开之后 我们回到标签页管理 我们再去发送事件 就可以去触发这句话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我们写在这里 自定义事件 只能在打开的页面 出发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自定义事件怎么用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运用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把这个给它删掉 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 上面的按钮 我们也去给它删掉 是在什么时候去完成的这件事呢 应该是在我们去编辑标签的时候 这里有个setup的label 我们在这个函数里边 实际上去调用了一个云函数 在云函数完成之后 就是我们的更新成功之后 我们要去给它发送一个事件 事件呢 我们不需要参数 我们把它干掉就行 完成之后呢 首页我们要去通知它接收到 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去改变 标签页的数据改变之后呢 我们怎么通知首页去改变数据呢 那么是不是直接 调用下面的这个方法就行 再次点getlabel 我们重新去执行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croom里面 我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 回到首页 首页 然后我们再进来 我们先看首页吧 首页这里一共有两个标签 正好对应的是 我们标签页的两个标签 那么点击编辑 我们把前两个 变成四个标签 我们点击完成 更新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 会收到一句话 暗底范的 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去传 在这里 没有去保存 保存一下 这句话应该就没有了 暗底范是因为我们没有传参数嘛 那么回到首页 可以看到呢 我标签就已经发生了变化 然后我们再去编辑一下 我们把这里清空 我们点击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台呢 这里给我们报了很多的错误 这错误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之前也是看到过 说我们的k重复了 为什么会出现重复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在哪里去给我们报错呢 说是我们list item这个组件里面 会有重复的k 那么我们就去找到我们的list item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会有重复的数据出现 那么我们要找它上一个组件list 因为list item里面的数据呢 我们是从list里面去给它传入进来的 我们在这里呢 找到我们的get list 在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缓存 去存储我们的数据 但是每次去更新的时候 我们这里面的数据呢 它没有去给它清空 还有之前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给我们报k重复的数据 所以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找到watch table table的长度去发生变化的时候 或者呢 table的数据有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让我们再次的list cache data 等于一个空的对象 因为我们上面啊 给它声明的是一个空的对象嘛 包括下面的load load里面保存的是我们页面信息 我们在这里同样的给它去制空 这里制空呢 还不算完 我们要回到index 在我们数据 监听自应事件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需要把table list 我们也给它制空一下 同时呢 我们希望它切换到我们第一个全部上面 全部肯定是一直都在的 所以我们这次点 前面有个这次 这次点table index 我们让它等于零 让它恢复到第一个 那么这个active index呢 我们也给它变成零 这样我们保存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返回到上一页面 刷新一下 现在我们再来试一下 当我们去点击编辑的时候 我们给它加几个 然后点击完成 那么这里呢 还又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说是我们的类型错误 本来是要接收一个数组类型 但是我们给它传入了一个object 回到代码里 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声明的是一个数组嘛 我们组件里面 也去接收的是一个数组 但是我们给它 传入了一个对象 所以给我们报错了 我们把它改回来 刷新一下 那么回到前一个页面 然后我们切到标签管理 这个时候我们把标签 我们删掉一个 点击完成 现在我们的报错就已经消失了 那么现在呢 只有一个后端开发 所以我们的首页里面 肯定就只有一个全部 和一个后端开发 这就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全部 有一个后端开发 我们的自定义事件呢 这就可以看到生效了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去加载我们的数据 然后积换我们的数据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自定义事件的一个用法 自定义事件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首先第一步是我们在 Home Label一面 就是我们点击完成的时候 我们呢 去给它触发了一个 在这里 uni.dollar.imit 我们去触发了一个叫 LabelChange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在哪里触发呢 是在我们的unload里面 通过uni.dollar.on 我们去接收了 发送过来的LabelChange事件 接收完事件之后呢 我们把之前所有的数据 给它恢复到默认的状态 然后又重新去请求了一下 我们的标签 我们的标签借口 在这里 请求完标签之后呢 同时会重新去渲染 table list的数据 渲染完之后 我在我们的list里面 Watch里 会监听到我们数据标签变化 变化之后呢 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的缓存数据 清空一下 清空到我们的初始化数据 就是给它一个空对象 这样的话 保证我们的数据 它不会重复的去加载 清空完之后 我们再去调用 this.are.getList 然后我们去重新请求 我们的列表数据 在这里 getList 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一个标签的变化